我今次所说的讯息是说到 迹象显示敌基督可以随时出现 有些人听到敌基督出现 那就是很害怕了 我希望大家不是想着害怕 而是想着在这个时候 神会特别做事 因为圣经说 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 不用怕 因为圣灵会亲自指教你当说的话 也就是说 到时候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 比现在更加多 也就是告诉我们 让圣灵随时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带领我们 神会为我们开路 预备方法 如何作美好的见证 如何保守我们的安全 希望大家有正面的心态 因为神会得胜的 你跟旁边说 神是得胜的 神已经把魔鬼踩了脚下 不要想着迪基督出现 就是迪基督赢了 不是的 迪基督出现只是说 这个预言的最后一部分 亦有更多预言认验 让我们更加容易传呼 对吗 因为有更多证据的证明 圣经所说是认验的 亦叫我们能够真的 警醒 亦有机会作见证 在这个时候 亦有很多假的基督徒 就会分辨出来 有很多没有行道的基督徒 就会分辨出来 这也是这个时候的其中一件事 首先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末期 这个末期 不法的忍已发动 圣经又说到一个犯罪的隐藏的动力 在发动着 我们一起读 帖上来后书二章三节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誘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伦之子 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或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难阻他的事是什么 是叫他到你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不法的忍意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难阻的 等到那难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弹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这个经文是 形容敌基督一个最清楚的经文之一 另外就在启示录 尤其在十三章 有讲到敌基督的那种影响力 那种工作 这里就形容敌基督出现 有些人一听到敌基督就会说 在网上很多人说 奥巴马是敌基督 但其实奥巴马是一点都没有敌基督的迹象 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 敌基督有什么迹象 好了 在这里讲到 就是说 在这个日子以前 就是说到耶稣回来之前 一定会有来到反教的事 有些人听到很害怕 就是说有大规模 很多人离开真道 还有反对神的所立的基督教 反对神的教 神所立的基督教 有很多人听到 哇 那就死了 可能会有 我们大家认识的一些基督徒 或者甚至有些教目 都是会显露出来的 这样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 哇 他们都不信 我也不信 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 而是 我们的信仰有根基 上个星期 但是我一篇讲道 讲到证明有神的证据 有很多预言 大家可以看回的 你们都有摆出来 Catherine sent 了给我的 你们可以看回那些证据 让你知道原来 真的很多证据 证明这个神是真的 所以希望我们就 什么情况发生 什么事情发生 都不要担心 不要忧虑 不要失去信心 因为很多人来到反哑 我们不要说 他离开我也离开了 而是他离开 我们更加要警醒 也都求神给我们 聪明智慧 如何去帮助他们的 然后有一个人 大罪人 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这里形容 这个是一个子 在希腊文是一个 身 是男性的 就是有一个男性出现 这个人 他称为大罪人 和沉沦之子 他将会沉沦的 而他一会儿 说到他是有 撒旦的作为的 就是他是有撒旦 那种很大的能力 在这个人的身上 是超越所有的人 撒旦充满的程度 他曾经好像被人杀了 但后来又生了 所以很多人就拜他 这个就是敌基督的出现 而说到敌基督的特色是什么呢 特色就在第四节里说 就是他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 称为神 和受人敬拜的 我们就说 耶稣是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是真神 那受人敬拜应该是最高 的而且确 他是完全值得我们尊崇 完全是最高的 不过事实上 很多世人 是不是真的那么敬拜 而敌基督将来出现 是被人敬拜的程度 是远超过 神被敬拜的程度 因为会有很多很多人 他也都用政治的方法 因为除了手受这个印记 或者压上受这个印记 是不能够做买买的 不能够买东西 不能够买东西 在那个时候 那些人就会因为 食物的缘故而拜他 也都因为他所行的 假的神迹 所以他受人敬拜的程度 是全世界从来没试过有 是会差不多 全部人都会敬拜他的 除了是从创世以来 神将我们的名字 记在身边拆上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珍惜 我们是神所救赎的人 我们要珍惜这件事情 现在他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这个神的殿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两个可能 意思 一个就是耶罗撒冷 可能建的圣殿 第二个可能性 是教会 先讲到我们的身体 是基督的教会 是圣灵的住所 不过因为在 但耶稣有讲到 和耶稣有讲到 这个行为坏可憎的 是这个圣殿 所以有很大可能 是讲到耶路撒冷的 很大可能 但如何发生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一样东西知道 就是说 就是这个敌基督 是会抵挡 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 受人敬拜 还有他会有很多 很强烈的 来到反教 因为有很多人 相信耶稣 是信得蒙茶茶 所以我们一定要 稳固 站稳 而现在有个势力 拦阻他 我觉得这个就是神 拦阻他 等他不可以出现 直到某个时候 他才可以出来 在这个时候出来 还有有讲到 这个不法的隐意 不法的隐意 英文翻译就是 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就是一个神秘的 犯罪的动力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觉犯罪的情况 比以前任何时间 更加强烈 稍后会给大家看看 这些情况 是比以前更加强烈的 然后将来 这个难受的力量 就会拿走 接着呢 这个犯罪的势力 就会很强劲 然后呢 对不起 这个不法的人 就会显露出来 但是呢 是耶稣亲自将他毁灭 而圣经讲到 这个人呢 是有三年半的时间 有三年半的时间 在世界上呢 他是神给他有权柄 不过呢 神也都保守 那些所有信他的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信心 我们不用惧怕的 好了 那他会 耶稣会亲自灭绝他的 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他 所以他是 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三年半的时间 在世上的 那么这个不法的人 是照着撒旦的运动 这个运动就是活动 这个意思 他的活动 他的活动 杀魔鬼的活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那些是假的 是魔鬼的假的神迹 而且在沉沉的人身上 行各样不义的鬼诈 是用鬼诈的方法 令到很多人会行不义 叫他们 因为他们不领受 爱真理的心 令到他们得救 他们是失去了神的救恩 那我自己尝试解释 为什么 神要用他的基督出现 如果没有 就是世界和平一点 舒服一点 这个是 就是我尝试解释的 也有些少的 圣经根据 不过圣经是没有清楚解释 为什么他要来 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灾难 这是我解释 第一个原因 到时候圣经会 预言大量应验 传福音真的很容易 因为你周围都见到 很多很多的迹象 而且越来越多罪 和魔鬼的作为 令到人会反思 现在也有些人反思 因为见到一些恐怖活动 有些人就反思到 他们所信的 是可靠 令到很多 有些异教徒 他们会寻求 神啊你是谁 结果在梦中见到耶稣 这也是 原来有些罪恶的势力 可以令到有些人反思的 还有苦难令到基督徒 将盼望放在神 不在世界 我希望大家不要等到苦难 有些人就说 有神有天堂 然后有世界有舒服 那就最好了 但是圣经就说到 因为与世俗为有 就是怎么样 与神为敌 就是你爱世界 你就与神为敌 但是神是被我们享受的 我们可以享受世界 只要我们的心 不是放在世界 就是不要追求世界 我们可以享受 享受空气 享受食物 享受我们周围的人 享受教会 享受家庭 享受旅行 也可以的 去玩也可以的 最主要就是 我们不要将盼望 放在这个世界上 而在苦难的时候 更多基督徒 说我真的要靠神 因为靠自己 是不行的 什么都过去的 还有有机会解释圣经的预言 我们有很多机会 因为有很多应验 有些人也会去圣经 告诉他 圣经有说完这些预言 他们会看预言 看到应验 还有有两个见证人 他有1260天 即是三年半 不过他后来被杀 所以他的时间 和迪基督可能有点不同 他比迪基督早些 有迪基督把他杀死 不过他后来 三天就復活了 这两个见证人 其实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当有人攻击他时 他可以吩咐火 从天上降下来 这也是我们可以作见证的 其中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方法 还有天使在空中传福音 这个影片即时在Facebook 大家可以看到的 你找叶牧 因为Facebook 就不允许牧师的身份 牧师的页目 你就会看到立即这个影片 你可以用来传福音 不过上星期比较好 这个不是传福音 这个是鼓励基督徒 那些不信的人 看到他可能会害怕的 好了 还有真基督徒 会更加復兴 和经历大的神迹 因为神与他同在 是更加强烈的 神事会带领他的 然后忠心的基督徒 会得到更大的赏赐 因为我们受逼迫 然而站得稳 甚至有些是殉道 但殉道 有些人就说死了 殉道很惨 我们记实就是 神可以减少我们的痛苦 神可以保守我们 在那时候 你时时和神沟通的时候 神可以 有些人受逼迫被人打 他都说不痛 都可以 不过可以不痛 也都可以痛 但是我们有痛都不要紧 我们有神的同在 尤其我们经历到圣灵 感受到神的平安舒服 随时如何被人打 都可以不痛 这件事是 很多时候 我和叶大牧师 为大家祷告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 那种平安 轻松舒服 你就建立到 随时用心灵祷告 随时经历到 将来受逼迫被人打 都可以不痛 可以在神的里面 有平安 而圣经讲到 将来圣灵会有 很多人的罪 这个就是不法的隐移 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 我们只是读黄色的部分 好吗? 黄色的部分一起读 尊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胜结 无亲情不解怨 好说残言 不能自弱 性情空暴 很多人只是顾着自己 有些基督徒都是这样 我很多痛苦 很多邪灵 很多不开心 总是释放不了 主要因为他注目在自己 如果当中有些受苦 你不要注目在自己 你注目在神 天天都感谢耶稣 耶稣一定爱我 耶稣有很多恩典 那些问题就会一直减少 你经常都觉得 哎呀哎呀 很不开心 越想不开心 就越不开心 所以我们不要学世界 不要专顾自己 你都不要贪爱钱财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胜结 或者是无亲情 就是跟人是没有一种感情 没有一种爱的 不解怨 那些怨恨不释放 就是他心中经常怨恨 经常说一些 毁旁的说话 一些残言 不能自弱 控制不了 那些人看手机 哇 控制不了 好像手机 好像黏住了 还有很多人 就会怎么办 到晚上没有工作 就一直按手机 上网 按下来按下 看什么影片 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不是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按下看有什么 一路看内讨 讨论很多个小时都可以 这就是不能自弱 不能控制自己 还有性情 也有很多恐怖 有后面黄色字一起读 卖主卖有任意往违 爱愿乐 不爱神 有敬虔的爱玛 却背了敬虔的实义 这段经常说到 在末后日子会有这样的人 这里说到 似乎是说到一些基督徒的 所谓基督徒 有敬虔的爱玛 外贸是敬虔的 但是背了敬虔的实义 所以其实他们 说是基督徒 但是其实他里面不是基督徒的 他们是出卖主 出卖朋友的 任意往违的 那就不爱神 所以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在末后日子 会有这样的事情 不发的任意实在太多太多 我这里给大家看一点 大家看到这里 中大的副教授 他与情苦外游九次 他的妻子和女儿 他杀了之后 仍然继续 还有这个名医 屡次牵涉到医疗的事故 现在很多医疗事故 那些整容那些 也有很多异教 他们杀死基督徒 现在也有很严重的情绪问题 六成的中学生 有抑鬱的迹象 还有同性恋教目 有些教会是接受同性恋这件事 而圣经说了这件事 神是争护的 在旧日是用石头扔死的 但是他们可以 将圣经扭曲 就说可以的 还有很多教徒是不信耶稣的 信的意思不是信 是接立接待耶稣 是信靠耶稣 跟从耶稣的 这个末后世代有什么情况 有反对基督和迫害 罪恶更加严重 情绪问题 教会不着重生命 基督徒的远弱 以及反对圣灵的工作 有很多人 他们不明白圣灵工作 就反对 也有些人 讲到圣灵工作 牵涉到很多杂斑的东西 这件事 我觉得不是这么好的 有些讲圣灵的工作 很少讲圣经 一讲一讲 很多很多见证 很多其他事例 就不是讲圣经 我们应该是在圣经上扎根 还有有些教导 圣经是没有讲的 有些是会令人觉得 他好像追求钱 有些人会追求钱 就是追求钱 来奉献的心态 我们奉献是应该的 圣经没有说 我们奉献一时 都会纪念会上次 不过不是追求钱来奉献 也不是说 我为了追求钱来侍奉神 这样就变成一个注目 在世界上的 这个是美国一连献击统计 这个也是说 这个世代那些人的 愤怒 这个是平均 一年有12万4千次的枪击事件 然后有3万5千人被枪击死 谋杀了1万2千 然后自杀死的就有2万1千 然后有497的妇女被伴侣杀死的 然后这些是营救全活的 这个是美国的数字 美国各年 由2012年 2016年 枪击事件人数 枪击死亡人数 大家看看这个数字 由3万3千至3万8千 这个就是它里面那种愤怒 我们看新闻那些是大件事的 才有的 有很多比较小的 他们在香港的电视就不会经常看到的 这是美国2018年枪击事件分布图 哇 你看到也很恐怖 东岸西岸比较严重 东部那里 中间是比较 没有那么多 不过也有 中间那些省是比较 那些人是 纯朴一些的 但是一样是有一样有的 这个时代互联网 令很多人很难信耶稣 第一就是互联网会传播异教 例如传能神教会 还有很多古灵精怪的教导 有些古灵精怪的教导 会令人对圣经失去信心 很多攻击圣经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如果对圣经有些什么疑问 你立刻问教目或者一些领袖 去帮助你明白 因为的而且确有些人是有 有些方法令到有些人要摇动的 我希望大家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去询问 但是我也都告诉你 圣经有肯定的证据证明它是神的说话 但因为人是会用一些方法令到人去摇动的 所以如果你有疑问的时候 你可以询问的 还有很多学说攻击 例如说无神论者智商较高 有人觉得无神论的人智商较高 这些是一种错误 或者被手机控制 好像整个生命 这种方式是以前没有的 在我初来回来香港的时候 1988年的时候回香港 我在报道会里 全班的那些低班 全部都一起信耶稣 全都回到团契 团契马上闯满了人 低班高班都是 到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现在那些年轻人 常常看手机 上网 玩游戏 看电影 很多活动 所以真的困难带他们去信耶稣 被手机控制 被上网控制 小时就给他手机做奶嘴 所以他一直长大 都是习惯了依赖的 所以大家有子女的时候 你都不要用手机做奶嘴 如果他已经是这样 你强迫也不行 你是要引导教导他 而且他的时间全部填满了 他的时间没有时间给耶稣 所以耶稣也是 很少时间 以前的人没有时间去看书 看书 看书 看圣经 现在的人是少很多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 真的善用我们的时间 比如网上的异端 像这里 东方闪电 他会摆摊位 以及他们的图 你在网上会看到很多的 大家留意 这一类的 他放上网的图片 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经济会令很多人 他们会用任何方法去赚钱 这里讲到 全球楼价 最难承担的国家 香港连续七年灌着全球 其实这是出自有些人的贪心 虽然必定有市场才会有这个价钱 但是是什么人负得这个价钱呢 有些很有钱的人 有些人以前是投资 要来买楼来卖那些 那些人炒楼 那些人就负得这个价钱 越炒越高 变成现在很多年轻人出来 真的很辛苦 变成他们很辛苦的时候 他们任何方法都想用方法 还有很多的机构会想用方法去赚钱 这会造成这个世界上很大问题 这个世界最难负担城市的排行榜 屋架 香港第一 色列第二 温哥华 有其他地方 然后呢 八十后欠债的主要原因 八十后欠债 有16%是旅行和娱乐等开支 其实借钱我想大家明白 它的利息是会令你一生都可能背傻的 所以你真的怎样省怎样省 你都不要借钱 一借钱 它是很难出来的 信用卡也是一样的 信用卡那些是很难很难还的 然后呢 亦都 因为情绪 因为钱的问题 而自杀 杀人 这种情况 或者这个婚宴 借钱来到婚宴 买告白 现在这些告白 借钱 是多数用一些娱乐性的东西 买什么相机 去旅行 结婚 哇你这么漂亮 要拍照才可以 我买了一些相机 就和你拍照 这种来到吸引人 来到借钱 好了 现在有这个受印记 可以用的科技 已经是很普遍 普遍的程度 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我为了这一篇讲道 我是做了一些调查 发觉是很厉害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启舍六十三章八节 犯住在地上 明自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载被杀之高阳生命察上的人 都要拜他 十六节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 遗劳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这里讲到 所有没有记载被杀的高阳生命察上 从创世以来 即是神一早简算我们的 这些人如果不是生命察上 那有些人会说我是不是呢? 你只要真心一直信耶稣到底 不是信他一阵 信他一阵可以像杀种的比喻 有些是落在浅土的 信了一阵可能失去 有些是在 荆棘里面 因为世上的思虑潜在迷惑 而离开了神 即是很多因素令人可以离开神 如果一个人 我一定信耶稣 我一定依靠耶稣到底 这个人就在生命察上 是神已经一早知道 一早简选的 好了 这个讲到是这个寿 这个敌基督 他就会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为奴 什么人 全部的人 在右手或者压上手的印记 除了寿这个寿印记的人 有寿的名在他身上 或者有寿的数目 可能好像barcode 或者那些晶片 有这个数目或者印记 不可以做买卖 就是因为你有现金也不行 有些人就以为 我存些金 到时候金也没用 我一定要有这个寿命 才可以得到 其实现在全世界已经很多了 有几千的瑞典人 是植入晶片作为身份证 因为很方便的 你不用带着身份证 随时一啪就搞定 不是只身份证 是很多功用 其实这个数目是会加增的 这个在瑞典 搭火车可以用晶片付钱的 就是它是多功用的 还有买东西 也可以叮叮叮叮叮 就搞定了 还有世界不同地方 英国人 这里是英国人的晶片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 它是手叮叮叮的车车的车盘 有可能是因为它是可以 买一些工具 放在某些工具上 你要叮叮叮才能使用的 例如就算有人进入这个车 他没有这个晶片也不能开车 有数千的德国人也进入了晶片 澳洲人也有 美国也有公司 员工都是植入这个晶片的 很小的 好像粒米那样小的 还有很多身份证 已经可以做财务的管理 这里讲到欧盟的身份证 将来可以代替什么呢 护照、驾驶、执照、现金卡 来到交税 有手指纹或者眼红膜 在这个晶片里面 是有你的手指纹 和你的眼红膜的扣造 意大利身份证可以个人选择 有个人健康经济资料放入 也将来越来越多 原来这些晶片已经是多功能的 还有香港有新的身份证 我不是说这些 就是现在是迪基督 现在还没有 不过迪基督可以用这个方法 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 都是在身体以外的一张卡 但是到将来要直入的时候 我就觉得基督徒是不应该直入的 可能你选择 我相信香港不会强迫你 每个人都要直入 你的身份证在你的手上 但是那时候可能将来是任你的 他会告诉你很方便 你无论买东西或乘搭车 你做什么都好 就算你结婚 可能结婚的证书 那样就结婚了 真是什么都可以 你的遗产 如何使用 你都可以在这个晶片里做 香港的身份证 能够在10或30cm厘米 即是大约10厘米那么长 30厘米可以读取的 还有美国护照在10米之内可以读取的 它是有这个RFID 就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Device 就是无线射频识别系统 能够隔空识别你是谁 以及你的资料是可以识别的 现在已经全球有近8个国家护照 是有RFID在里面的 还有可以用来监管人民的 也可以用金属的 我们可以当你换了新的身份证 以及回乡证 因为我刚刚换过回乡证 我发觉很快 之前有没有发觉 回乡证回到大陆的时候 等很久都不动 我这次一旦就放了 一旦就开了 是快得不得了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系统 这个是 因为人们走过 是可以用方法读取的 你可以买一些金属的套 或者是找一张石纸 在你的银包里面 当是一张银子放在里面 就把里面的包住 这样就可以保护 还有大家看到这个RFID的标准 就是说这个印度的身份证 是有RFID的 而我们的VisaCard 大家有没有留意 你的VisaCard有些是有RFID的 你走过去 很快的 不用拆下去 让它读一大论 是快很多的 那又不用签名 这个是方便的 当然是方便的 如果不是被敌基督使用 这些都是方便的 不过问题就是 被敌基督使用的时候 后果是很严重的 这是政府发出的 香港特别的行政区发出的 香港身份证的额外功能 有什么功能呢? 图书证 可以做图书证 意见通 可以用公司型的电子健康记录 互通的系统 电子交易 和其他政府的服务 都可以用这个 这是多功能 并且它是有 个人的人体的识别 在这个卡里面的 在台湾 已经放了很多这些 不止台湾的 不过在新闻上 又说到台湾 就是什么呢? 人脸识别 车流识别 他人脸识别 不像现在的旧式 旧式的那些 有没有看过 拍过影片的 蒙茶茶的 他这些是很清晰的 他直接可以很清晰 看到人 看到车 而在张学友的 一个演唱会 在五万人中 能够找出 谁是一个通缉犯 捉了他 在他的聚会 在他的演唱会 已经捉过五、六十个人了 不同的人跑去 捉了 就是说 这个不一定是不好的 可以好的 为何捉犯罪的人 以及恐怖分子 不过将来敌基督一用的时候 你想想后果是怎样的 你去到哪里 根本那些街灯 全部都有识别系统 在你去到哪里 他已经知道你去哪里 所以这个世界的政府的监管 是比以前任何时间都超越的 以前没有这样的 现在是可以全部监管 是不是 就是给他用的时候 你说那种程度是怎样的 但是神有他的方法 我们是信靠神 我们知道这些科技 这些科技是对人体不好的了 其实我们又很习惯用 很多方法取代现急 也很方便的 有八达通 还有支付宝 还有微信支付 有些人都说 我为什么要用 我有八达通 我有信用卡 其实这些越用得多 因为它是可以 将你的个人资料全部记录 其实任何的 你在手机上的APP 也有些 是将你的资料传出去的 就是很多都记录了 我们个人的资料 所以我们不要是APP都加 不要是东西都加 这条经文就先说到 这条兽的印记 将来 现在不是敌基督 将来 将来敌基督强迫人 在手上或页上受印记 这个印记可以做买卖 而且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些科技 已经习惯了 不用八达通 很难的 真的 也挺难的 对不对 有些新的科技 真的很难 不用手机也很难的 受印也可能是有 RFID功能的晶片 就是将来 我意思是 今次说到什么呢 这些是可以敌基督用的工具 已经准备好了 另外 就是以色列想建造第三个圣殿 我不是说这个圣殿合乎神的意思 但是 我稍后解释一下 这里讲到 他敌基督坐在神的殿里面 自称是神 在《贴受尼加后书》第二章四节 在2018年10月10日 在犹太的工会 他们推行想建造这个圣殿 他们在圣殿的 哭祥的另一边 这个是哭祥 或者哭祥也未定 我看不清楚这个位置 他们在那天 就在圣殿的祭坛 就是将来想放在这个圣殿里面 第三个圣殿 有些人就说 哇 好啊 好啊 建这个圣殿 合乎神的心愿 但我想大家明白一点 旧约的那种的宪祭 今天已经是没用的了 如果建这个圣殿 合乎神的心愿 它应该是敬拜真神 圣父 圣子 圣灵的 圣殿才是合乎神的心愿 如果做回旧的方式 那些宪祭不是神合喜悦的方式 圣经也都说到 耶稣是为了纏约的人赎罪的 所以纏约的人 那些牛羊其实不能够赎罪 是耶稣基督能够赎罪 但这个可以被敌基督用 这个第三个圣殿 到底是什么圣殿呢 以现在的情况 他一定不会建一个 基督教的第三圣殿 是一定建一个犹太教的圣殿 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愿 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基督就在这个圣殿里面呢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留意 有这些经文我们留意 不要这么快说这个是 不过我们小心 不要以为一定建圣殿 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愿 还有圣经也有说到 日出之地的纵黄 会来到以色列的哈米吉多顿打仗 一起读一下启示66章12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白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尿 要吸那些 那从日出之地所内的纵黄 预备到路 这个白拉大河在哪个位置呢 就是伊拉克和伊朗中间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白拉大河 以色列的纵黄 以色列的纵黄 从日出之地 什么国家呢 就是东方列国 大家可以想想哪些东方列国 哪个东方列国更加强 那么强 我们现在看看 那种强度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现在 我们手机有四支 我们很兴奋 四支真的很方便 对不对 将会出五支 有些人听到五支好 很厉害 我想大家明白一下 什么叫五支 G的意思是Generation 不是Gigabyte 这个G是Generation 第四代第五代 第四代的频率 是多少呢 是700MHz 就是每秒震7亿次 至到2.4 就是24亿震动 这个是4G 我们正在用的 4G通常我们的手机不是那么高的 是家里的Wi-Fi那么高 所以家里的Wi-Fi 最好是睡觉就关掉它 然后5G是多少呢 是28-60GHz 就是6亿次 600亿次的震动 而且它是有一个特色 因为这些短波是很短的 很短的波长 它是有物件就会坏了 所以它每两个家 至十个家 这个指美国的情况 就是那些屋一间间 我们的屋不是这样 一间很多间 总之在没有多远的距离 就会有一个发射台 不是这些巨型的 是小型的 它可能用电灯柱 可能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就会发射 那并且它是会互动的 譬如有些人很喜欢5G 那你家里 什么电器 那些微波炉 雪柜 什么全部 风扇 全部都整理了5G 那你整间屋 可以什么都控制 全部互动 不过全部你的资料都会传出去 那这个5G 可以带来什么后果呢 这个可以是经济增战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反对 其中一个反对的 譬如在美国 美国也是在推行5G 但在美国加州的州长 Jerry Brown 他是阻止建5G塔 因为他知道有问题 还有哈威尔也是阻止他建这些塔 加州是减少的 就是不要建这么多 那它是一个经济增战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想 那些数字很重要 就是赚了很多钱 很贵的 现在的手机 我们就 很便宜 现在不便宜了 也有二三千元 千几元 但将来5G那些 当然一出当然很贵 不过很多人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厉害 而很多人是为了看电影 10个声音可以上网 立刻看完电影 永远都不会剪线的 其实是否因为这个原因 是不是看电影那么厉害 但是它是一个经济的增战 所以美国的心态一定要追 不追就不行 最近大家看新闻 你会看到有间公司 这间公司是做这些事的 所以现在很多问题在那里产生 还有原来机密资料增战 有很多国家 他们请他们去整个5G塔 后来发现他们的国家机密 为什么全部都传出去呢 原来他们是全部通过的 这是一个国家机密的资料增战 其实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 还有网络的武器市场 这种可以成为一种武器 还有这种战争武器 为什么战争武器呢 5G的射线 射向人如果是强烈的 是可以让人立刻走的 忽然间好像整个人发烧 立刻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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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上也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我们发觉一件事 有一个运动正在进行的 我不说这个名字 加上这个5G都是联合各国的 不同的国家 是想什么呢 将来就是 他们现在未必这么想的 但魔鬼就用来联合不同国家 去打这一场最后的 哈米·吉多顿的大战 但是呢 这种联合国家的行动 如果大家留意每个新闻的背后的含义 你发觉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是现在联合不同的国家 一个方法就是买卖 第二个方法就是5G 它帮不同国家建5G的发射台 那些国家很喜欢 但是就会联合他们 也都用经济的益处 所以很多国家很乐意投入 因为它有益处 有益处的时候 它以为是好的 但是其实是联合他们一起的 5G可以对人体的影响 是很厉害的 4G已经厉害了 我看完 真的要小心一点 真的要小心 它最好的手机 就不要放在腰部了 我都尽量放在裤袋 或者在背包 可以的话 老鼠测试是会产生癌症的 5G 破坏DNA引致致癌 神经系统和情绪问题 其实现在为什么 这么多人有情绪问题 是不是跟这些有关呢 我又不知道 其实可能就不能够合起来 你又发觉那些很有情绪问题 就很喜欢看着手机 不可以的 经常一直流亡 所以它更加有机会 这些辅导的影响 和这个老的葡萄糖的代謝 新层代謝是敏乱 氧化的损坏 引致退化 和新层代謝是敏乱 人权会受控制,因为人体的识别,人面的识别 令很多人的健康有问题,软弱,情绪有问题 更加令很多人就范 所以我们基督徒学习,在神里面有平安喜乐 不受这个世界影响,不受人的影响 在神里面有喜乐,有利润,就能够在这些一切的困难之中 在祈祷运,被作美好见证 我现在讲一个圣经的教导 在这个网上,绝大部分都是跟他相反的 大部分上网找回忆都是说快避提 避提的电影是怎样呢? 有些人驾车,有个司机是基督徒 转一声,司机不见到车就撞了 有个司机是基督徒,转一声就不见到 在灾难前被提的这个观念 是圣经没有讲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呢? 是Scoffield这个人物 他写了这本Scoffield Reference Bible 他里面就提出这个观念 他就说,启示录这么多灾难 没有理由是基督徒要经过的 他就说,在普天人受灾难的时候 你就会免去这些灾难 这个在启示录所说到的其中一句说话 但是神是不是一定要被提呢? 圣经没有说到被提 但是圣经有说到被提的经文 我们大家看一看 我两个经文都列出来,直接说的 《马太24章21节》一起读一下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者用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然后《29节》 《那时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后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聚落,天世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少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俗都要哀哧,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家,就天上的云降临》 我们看一看这里讲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要看圣经,看得更深一点,不要水过鸭背,细心看 他说到时候有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大到如何? 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最大的灾难 好了,当这些灾难一过去《29节》 日头就变黑,月亮,变不放光,还升至天上跌下来 哇,那些星跌下来,天世都要震动,整个天都要震动 然后那时人子的少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俗,全世界都能看到他回来 不是秘密的,他们说到灾难前避体是秘密的 忽然间一声,他们也有些讲教堂的 大灾难前避体都不见了,整个人都在哭死了,哎呀,我们没有被提了,哎呀,那些其他都提了,我们没有被提 他有个观念就是,耶稣在半空,忽然间都拿走了 不过这个经文说的不是,你看看 他说是万俗 地上的万俗都要哀哭 他们全部都看到,他们知道要受审判了,我们一会看下去是说受审判了 他们会看到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隔着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就下来,这真是世界末日了 首先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一起读 之前之后没有的灾难是大灾难,万俗见到主降云降临,哀哭即是审判所有人的时候 就是说,之前之后都没有的灾难,这个就是大灾难 然后万俗要看到主耶稣降临,他就哀哭,这个就是审判万民的时候 就是审判所有人的时候 大家回去再看马太二十四章,但我将其中一个部分拿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三十八节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一起读 人照常吃喝嫁取,直到浪亚尽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然后四十八节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五十节 在想不到时候,不知到的事神 那暴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 这里讲到什么呢? 这个被提的经文就是在四十四十一节 他们讲到的被提的经文,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 两个人在田里,一个拿去,一个只剩下来 然后两个人在推磨,一个拿去,一个只剩下一个 那是什么时候呢? 在经文,我们先看的经文就是在万俗都要哀哭 看到人子降临 在这里讲到什么呢? 就是好像洪水的时候 那些人在照常吃喝嫁取 忽然间不知不觉洪水来,就将他们冲去 这个冲是不是审判? 这个审判就是他们不是不知不觉 就是他们审判的时候不是不知不觉 之前是不知不觉 审判的时候是有知有觉的,对不对? 他说人子降临也是这样的 忽然间,每个人都在做婚礼,很多钱 忽然间忽然一声,洪水就来了 就是这个世界妹又来了 在这个时候,就讲到人子降临 在这个时候,两个人拿走一个,剩下一个 其实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耶稣回来那一刻 在马太二五章又讲到绵羊山羊的比喻 他要将绵羊和山羊分开 就是绵羊来到他那里 就是这个分开 就是将真信主和跟从主想 不只是信主的,圣经讲到审判的经文 全部都讲到 按照本身所行或善或恶受报 就是这些真信主就会被提 在空中上到耶稣的旁边 然后那些世上的人就在地上 两班人来审判 就是审判是分开上和下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经文 就是我们所看的 都是讲到万族要哀哭 和耶稣的降临 全世界都看到他 还有好像洪水 忽然间那些人都死了 在这一阵 两个人就拿了一个 只剩下一个 然后第四月八节 跟着的比喻 讲到有仆人 主人就交付他 去照顾他的家里面的东西 那有些恶仆人就不照顾了 不照顾的时候 他说一定会来得及 怎知道 不知道的时候 忽然间主人来到 就要重重处罚 所以其实全部经文都说到 耶稣回来 是要审判的 在那一阵 两个人取了一个 别了一个 你有个经文 你绝对看不到 七年之前被看 是一点都看不到 不过不知为什么 很多人都没有看到 这个观念 其实我不是我 有先的 我在读圣经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希腊文的教授 有一次我们讲到 一个末日的讲座 的时候 这个希腊文老师 他说了一句说话 是影响我 以后都影响我 他说 我研究希腊文 我看不到圣经 有任何一处支持 灾难前秘谈 那时候 我初信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清楚 有个老师 说完 很兴奋 说给学生 那些学生也很兴奋 要预备好了 谁知道 当他一说完之后 我就去查圣经 我发觉圣经讲到被提 一点都没有提到灾难前被提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很莫名其妙的 一个虚假的教导 而圣经没有讲到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很害怕 有灾难 所以很快接纳 我们一起读一读 下面的字 万族见到主降临 驾云降临 就哀嚎 就是上面经文说的 将洪水来审判当时的人 取一个即是被提 即是主在来审判时 基督徒被提 基督徒不是在主回来前七年被提 即是我们被提不是 即是有些人以为 哇 基督徒出现了 快点等被提 我们随时有一天 随时有一天 随时飞去 当然是好 如果是 也是好 不过 耶稣不是这么说的 耶稣是说到 我们将来要面对这个大的灾难 另外的经文 贴述我们的前书第四章 亦是说到被提的 我们一起读十五节 我们只活着完全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律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只活着完全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 空中与主相遇 只要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里讲到主降临有两个字 有两个字 一个就是黄色夸着主降临 第二个就是这个降临 这两个是不同的希腊文的字 我稍后解释一下 然后接着就讲到在这个时候 我再解释一下 这里上面的经文在说什么 他说我们活着完全留到主降临的时候 不会被那些睡了即死了的基督徒之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复活和我们一起被提到 第十六节 因为主必亲自由天降临下来 有呼叫的声音 还有天使长的声音 有神的号吹响 这个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声音 突然间看到很大的号角声 然后呢 在基督徒死的人就熟熟的声音 其实这件事真的应该震动全世界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全世界都看到那些基督徒 復活了 然后呢 我们自己活着完全留的人 一层和他们被提到云里 在临前十五章就说到 我们是会一刹时 闭眼之间 我们要改变形象 变成不那位 在这个时候应该就是 一下子我们全部变成不那位 就被提在云里 在空中与住相遇 这个就是说到被提的 好了 这个被提呢 就说到两个降临的字 第一个呢 我想告诉大家 你不懂希腊文 也可以研究希腊文和希伯林文 希腊文呢 简称用个G Greek 希伯林文 Hebrew H 一个G 一个H 那你上网找呢 你找Interlinear I-N-T-E-R L-I-N-E-A-R I-N-T-E-R Inter L-I-N-E-A-R Interlinear Bible 有希腊文和希伯林文 新的就是希腊文 旧有希伯林文 又有英文的 即使你不懂英文都可以的 因为它有个数字 第一个降临的数字就是G3952 就是有四个数字 有个G就是希腊文 你想找G3952 然后写一个Greek 希腊文 你会看到一个叫Blue Letter Bible 它就会将这个字的解释 以及它在哪里出现 很有重要性的 就是说当你研究这个降临 到底是什么字 你会看到圣经哪里出现 其中一道出现 就是在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七节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至西边人子 降临也要这样 这个Parisir 第一个降临的字就是Parisir 就是耶稣回来 所以这个经文是说到耶稣回来的 第二个就是另一个字 就是Catabano 就是降临 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回来 一个是降临 在这个情况 我们会被看 所以这个经文也没有说到灾难前避体的 但是不用怕 因为我们有神 对不对 我们依靠的神 不要依靠没有灾难 不要依靠舒服 我们是依靠爱我们的神 创造我们的神 还有圣灵在末期 知道环境 圣灵会带领我们的 老家福音十二章十一节一起读 人们带你们到会堂 并观苦惑 有权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怎样分数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在逼迫的时候 你不用怕 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 祂关心我们 就是不要想着神是 哇 一有灾难都不知道去哪里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死呀神了我好病 快点来帮我 就觉得神不知道去哪里 其实在那时候 我们不用这么凄凉的 就算你病也好 神你知道了 这个就是信心 信心 耶稣说到信心 你不要忧虑 为什么你看那些雀子 神会照顾 同样我们有问题 我们不是说 神你什么时候帮我 以后说 我知道神知道 我相信神知道了我的问题 相信神总有计划 相信神是想祝福 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 和祂的意义 一切都加给我们 信耶稣就是这样 有些人不信耶稣 信耶稣就是 我回到教堂 什么病都没有了 经济问题也不好了 又可以立即有结婚 有些人都解决了 就是他只是想解决 他不是相信神是祝福 我们相信 无论是结婚 还是单身的神 都可以祝福 不是一定要想着结婚 才是好的 不是一定结婚好的 你和一个不好的人结婚 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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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相信 如果在灾难的时候 神会透过我们说话 就是祂在我们旁边 祂知道了 祂知道了 还有什么害怕 就像弹以利 那样扔到施子坑 就不用害怕 是吧 就是受逼迫 我们不用害怕 他三个朋友扔到火壳 也不害怕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 在末后日子 就要分辨哪些人是信靠神 因为你信靠安全 因为信靠钱 信靠你眼见的东西 因为信靠神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信靠神 不要信靠啟一件的东西 不要信靠我们得到些什么 而是我知道神 我知道爱神 那你说我爱神不够 那圣经说到 你只要你 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就算给一杯粮水一个小子 神都会纪念 就是说你的那么多的努力 我有罪求主赦免 神就会欢喜 天上都为我们欢喜 当我们爱神 神又会叫我们成为尊贵 将我们放在高处 在诗篇九十一篇 当我们亲近神 神一定会亲近我们 其实神感到我们先 当我们服侍神 就算给一杯粮水 神也会纪念 是不是很容易 土神喜悦 当我们知道土神喜悦容易的时候 我们就有什么事情发生都不要紧 都不用怕 而且这样想 我们受迫霸 你将来的赏赐更加大 那赏赐是永恒的 但是现在有那些益处 你去哪里吃东西 是吃一阵的 吃完的 我吃东西都一直尝尝 那些滋味 感谢神 一直享受神 不过都很快吃完了 几晚也好 几晚吃 都是很快就吃完了 吃完了那些味道都走了 你怎样享受 都是那一刻的 不过 神的同在 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神的祝福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是不是更加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是看重神多于一切 这是基督徒成长最重要 你做得不够好 求主赦免 求主帮我们 稍微努力 你就可以得福 但是当然 我们不要停 可以稍微努力 只是给一杯凉水 真的太容易了 是不是 我们可以关心人 为他祷告 探望人 需要的人去探望他 兼顾他 兼顾他的信心 为他祷告 实际上有很多人 你可以祝福 是不是可以 而每一件你做的 神会怎样 纪念和赏赐 神知道你是爱他的 神是要特别厚待你的 是不是 这样我才是信耶稣 有些人信耶稣又怎样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那些不是信耶稣 他是要什么 我要 要什么 好像信 好像信了宜教 就是想要得到些什么 我们信耶稣 是我知道耶稣掌管一切 所以我完全信耶稣 是必定得福的 好了 圣灵会指教我 对我说话 就是圣灵在陪伴我 也会指教我 如何保护自己 圣灵有说到保护的 可以在那时候 明明没有出路 神可以为我们开出路 明明那些人喝的 水变血的水 我们喝了又没事 因为说到 喝了什么毒物 有必不受害 就是神可以 不过你听到 圣灵的声音 你先喝 神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喝 神说可以喝 神说可以喝 你就喝了 感谢神 喝了也没事 而且不用怕 迫伯 因为主陪伴 加力量和赏赐 这个赏赐是极大极大的 所以我们怎么办 预备好 凝见我们的主 我们有什么预备好呢 三大类别 好要记得的 第一个类别 一起与救恩有关 第二 与神建立关系 第三行为 与救恩有关系 是继续悔改离罪 不是一次过 是时时 都是这样做 有什么罪 立刻悔改离罪 信靠耶稣赦免 和拯救 不只是信靠耶稣医治我们 是信靠耶稣赦免 我们的罪 和拯救 建立和神关系 是什么呢 亲近神 和回应神的感动 亲近神不是只说 神我多谢你 多谢你 神会感动你 你不要骂人 不要发脾气 不要生气 我们就回应了 你去服侍人 全福音 我们就回应了 他说爱神 爱神招待一切 就是与神建立关系 而行为 就是遵从神 与侍奉神 神是赏慈 圣经说到 马太二十五章 将恩赐埋藏的 是要赶在外面 黑暗的 哀哭彻子 那些不是天堂 那些是地狱 而且那些 没有造在小子身上的 那些山羊 是进入永刑的 即是一个基督徒 虽然耶稣 但没有生命改变 没有侍奉 是可以不得救 所以希望大家 我如果没有果子 我立刻建立同神关系 我们就开始祝福人了 但不是靠行为 得救永远是靠恩典 但我们得救 必定有好的行为 出现的 在末后日子 更多全福音堂 建立灵明 我们侍奉最重要 每一个侍奉 你招呼人 你都是想着鼓励他 安慰他 关心他 教会里面见到什么人 都要跟他建立关系 不只是祝福 只是简单 而是关心问他 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帮助他 这就是建立弟兄姊妹的伤害 或者他觉得祈祷很难 你帮助他 这样神就起愈了 这就是建立灵明 这样的时候 教会就很不同了 在这个世界 有很多充满烦恼的信徒 还有有些是睡觉基督徒 这里我也看到有些人在睡觉 有一些半睡半醒的信徒 那些人到底是否去天堂 这个地狱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可以救一个就救一个 求主帮助我们站得稳 神要兴起什么 圣兵 神要兴起 你看看神的恩典 神有没有让你平安起来 有 感谢神 我就开心了 不要看 我起床有烦恼 人人都会有的 人人都有时有些烦恼 这里有没有人 你整个礼拜都从来没有想 没有试过有些不开心的意念出现 有没有的 没有的 我也有的 那我立刻怎样呢 我只想着耶稣在爱我 耶稣在祝福着我 所以我可以放下这些负面意念 因为人有罪性 是会有负面思想和情绪 这个是人之常情 不过亲近神就会有力量 所以不要看着那些情绪 而是说我见到改善 感谢神 我又改善 那么人就能够向前去了 可不可以更多祝福人 来到你们教会 在聚会之前 聚会之后 吃饭的时候 都可以和人沟通 建立他的关系 在小组的时候 在你家聚的时候 听到他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完整家聚 都关心他 我听过你说的困难 我都关心你 他可能会告诉你更多 你说我为你祈祷 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得 可不可以这样 是不是家聚会好很多 是不是我们每个都想这样 这样的时候神会很喜欢 你真是祝福人 我真是欢喜你了 你想不想这样 神欢喜你会不会将各样的好东西给你 希望大家不要只做一个拿东西的基督徒 是做一个什么 给的基督徒 感谢耶稣 好 有谁在这个末后世代 我想做一个 给的基督徒 好 你站起来 向神 神我愿意 我愿意将我生命献上 我不用怕敌基督 因为 耶稣是胜过敌基督 耶稣将魔鬼踩在脚下 如果我有行为主受苦 是有福的 我有行为主殉道 是有福的 神保守我 不是个个都有这个机会 不用的 你放手吧 你个人会松一点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很多的罪 很多的灾难 很多的不好的发生 但我们心不用惧怕 我们最重要 首先保守自己 站得稳 保守自己 靠着耶稣得胜 我们一定是靠自己 我们不是靠 钱 不是靠人 我们是靠神 我们相信神是凡事都能 神是关心我们 陪伴我们 所以我们 靠着耶稣 可以天天轻轻松松 感谢天父 我们开开心心 从神得力 有从神来的喜乐和力量 我们就能够作美好的见证 很自然就会爱神爱人 很自然就会关心人 很自然就会没有重担烦恼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 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个 叫我们得胜有余 靠着那家给我们的力量 凡事都能作 我们凡事都能作 我们都可以得胜有余的 多谢天父 说多谢你 因为你是陪伴我们的神 我们受迫白的时候 你就会跟我们说话 就算现在 你都跟我们说话 就算我们犯罪 圣灵都会感动我们 不要犯罪 我们就回应你的声音 圣灵提醒我们 不要想起不好的事 不要吃垃圾 人说的负面的说话 不用放在心上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我们不用把他的说话放在心上 我们就是 走神的路 主求你帮我们 兴起这里更多 是真信主真 跟从主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些离道反教的基督徒 主要保守我们这里 没有一个人是离道反教的 个个都是一路得救到底的 多谢天父 求主保守我们 感谢观看